生一胎讲一个亿,她风光架豪门的背后,是血淋淋的囚子录。 刚生下三胎没多久的吴佩慈,前段时间,发了一篇博文叫网友怎么保养肚皮。 因为她自觉人生已经进入肚皮比脸更重要的时刻了,她给养好肚皮再加油生个老四。 不过,此言一出,吴小姐再次遭到了无情的嘲讽。 一定程度上,以吴小姐如今的处境来讲,这话其实是没错的,毕竟纵观一些扩胎的豪门进阶时,总归是要经历三个阶段的。 一阶段靠脸架豪门,二阶段靠肚皮分家产,最后只需要把儿女培养成合格的豪门进成人,安享晚年即可。 只是吴小姐的扩太路,在第一阶段出了点叉子,导致后面总是被嘲笑。 当然她也是有翻盘机会的,毕竟只要鸡先生娶了她,她立刻就会成为全国人民羡慕的人生赢家。 其实吴小姐前半生交往了不少扩哨,只是可惜她觉悟的较晚,不像她的前辈千里媳妇徐子琪那样,较早的就想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 虽然如今外界总是看不惯徐小姐八年生四胎,奉她是生育机器。 但能让李肇基这么传统的顶级富豪,说出门当户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徐小姐,绝不仅仅是空有一副旺夫香的傻白甜,相反,她是个极有手腕的女人。 与吴小姐一样,徐小姐一样,徐小姐也是模特出身,她入行较早,侃侃不过十四。 一般较早入了娱乐圈这个是非地的女星,普遍都有一个离奇坎坷的绅士。 但徐小姐不是,她出身中产,家境良好,虽跟上流社会搭不上边,但也不是被生活所逼,不得不早早出来问识乌村女孩。 她进娱乐圈的目的很简单,结识富家子弟。 徐小姐的母亲,跟凯特王妃的母亲一样,都是有野心,有格局的女人。 徐小姐遗传了徐母的良好基因,长了一张极其标准的美人脸,据说徐母从小便把徐小姐当作公主一样来培养。 徐母格局大,知道空有美貌,在美女如云的岗城中,自己女儿并没有太大竞争力,所以她很看重徐子琪的教育。 因此从小便给徐子琪最好的教育,比方说一岁便让徐子琪读幼儿学前教育课程,三岁便让徐子琪进名牌幼儿园。 为了徐子琪的未来,她在徐子琪五岁那年,坚持举家移民澳洲。 经过这番苦心栽培,徐小姐的学识,谈吐,修养,等方面,的却是比一般女星高出了不少,比那位逮住人员配骂X米劳姆的李大美人更是高出了一大截。 徐小姐混迹娱乐圈了好几年,却没有砸出什么大水花,不过,她也几次结交了不少名流。 比如,香港大哥大红金宝的儿子红天明。 2000年,徐子琪拍《新鲜人》时与红天明相识。 因徐子琪年龄小,红天明对她多有照顾,徐子琪在各种场合都对这位大哥哥赞不绝口,但就是打死不认恋情。 后来港媒拍到他们三次当街热吻,铁证如山,徐子琪不得不认。 按理说,搭上红金宝的儿子,足以横行香港娱乐圈。 但徐子琪很清醒,2001年,她暂别了娱乐圈,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把哥哥红天明留在了香港苦苦守候。 当时曾有媒体记者采访红公子,她坦言非常担心徐子琪,甚至眼泛泪光说,她一个小女孩,一向有家里人陪,现在去到那么远。 问极会否担心子琪结识异性朋友,她说,也没办法了。 最担心是她太易信任,容易被人骗。 红公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徐子琪在英国求学期间,不仅与美国人Brian拍了拖,还结识了霍家公子霍气山。 但红公子痴心不改,带徐子琪封手回国后,又展开了新一轮追求,因为舍不得放手。 但2004年,红公子遇上了生平最大的情敌李嘉诚,再加之徐母一向看不上红公子,这之后红公子便逐渐消失在徐子琪的故事中了。 后来被记者问到徐小姐和李公子的恋情,红公子酸溜溜地说了一句,正常静女都是嫁有钱人的。 不过,徐小姐与李公子交往时,李公子已经有一个交往四年的女友陈淑仪了。 陈淑仪本是一个空姐,但李公子的父亲李赵级不大看得上她,反而很是喜欢徐小姐。 港人迷风水。 港人迷风水,李套基更是。 很多人分析过徐小姐的面相 八字、星盘 说是极其旺夫 但这恐怕只是一方面 徐小姐能驾豪门的 另一个原因是 她很会逃离召极欢心 豪门中多贾府老祖宗 徐小姐多精明一人啊 深谙李套基才是李家豪门最大的主宰者 倘若李套基龙颜不悦 这门婚姻大抵是要灰飞烟灭的 李套基跟季小婆母亲不同 李套基为人传统 对儿媳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多多生养 徐小姐和李公子大婚的时候 李套基送上了重达163.33磅的千足黄金金砖 寓意一路生生生 还嘱托徐小姐要三年到两或者六年生四 当然徐小姐也是极其聪明的 叫祝达我选六年宝四 轰得老叶子一开心 给了徐家四个亿的礼金 但徐小姐的生子录 比他家豪门艰辛得多 2007年7月 徐小姐产下一女李妻童 也有一说是徐小姐是先怀的孕 在结了婚 但李老叶子认为非婚生子女不光彩 便一直瞒住没说 2008年8月 徐小姐又怀孕了 再次生下一个女儿 李老叶子为他娶名李希儿 并对外说 希望希童 希儿可以带养三个弟弟来 那就何家欢了 所谓希儿希儿 希望生子 李家老子已经掩饰不住 一定要生儿子的欲望了 那段时间算是徐小姐最煎熬的日子了 毕竟老祖宗不高兴了 徐小姐的天生保镖 就曾爆料 当年李老叶子三天两头在家催徐子琪生子 那个时候徐子琪再也不是嫁得最风光的女星了 无论是梁洛诗还是李家欣 只要有其他女星生了儿子 徐小姐的运气就会被媒体拿出来公开对比一番 并注上秦和李堪四个大字 把李老叶子气得够呛 而李老叶子也不止李家成这一个儿子 他还有一个长子李佳洁 不过据港媒爆料李佳洁应该是一个同志 至今未婚 但2010年 李佳洁通过代孕方式 一口气要了三个儿子 李老叶子一开心 给了李佳洁十个亿 让他入主TVB 而且改口大赞只有60分的李佳洁如今已达100分 雪上加霜的 这个时候 梁洁十已经给李老叶子的竞敌李佳洁 生了三个男孙了 李老叶子和李佳洁的恩怨由来已久 他们早年间从房地产业界战斗到股市 一直是对手 但拼来拼去 李佳洁一直力压李老叶子 甚至有人揣挨测 李佳洁的名字与李佳洁同音 就是李老叶子故意给儿子取这么一个名字的 不过 功夫不负苦心人 2011年徐小姐终于产下一子 李老叶子龙心大悦 开心向员工大派力士 每人都有一万元 合共一千五百万元 此外 李老叶子还送上 新建中的香港山顶一处大宅 给徐子柒做奖励 当时还盛传徐子奇因生南丁获得10亿奖金 更为孙子成立三亿教育基金 是要培养她成才 2015年徐小姐再次生下一子 这次终于松口说 不再生了 像当年 徐子奇那七亿奢华婚礼曾领多少人艳羡 但这背后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灰姑娘嫁给了王子后 故事就结束了呢 因为脑洞大如作者 也实在想象不出幸福的模样 徐小姐婚后那么多年 都战斗在生子一线就可见一斑了 更何况李公子也并不像传媒塑造的那般痴情 他在婚后与他那空姐前女友也多又牵扯 徐小姐的保镖曾颇为感慨的说了一句 富豪生活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向往 他的雀龙只是比我大点 不过 徐小姐也总归是求人的人 而可怜吴小姐还挣扎在豪门门槛外 迟迟讨不得记家老祖宗的欢心 徐小姐也真该在家把劲了 毕竟如果老祖宗先去 遗柱上不写他那非婚生子女的名 他生再多都是白搭啊 我们下场就不要诀了 我们下场就会帮我 这一期听你 什么时间之后